民進黨團揭露藍白私下喬財畫法 誇張言行全被排下 金華城壁和收賄宜雲 議員簡書培PO出扣押金華城土地裁定書 大獵民眾黨 更多精彩內容請鎖定今晚自由報新聞 歡迎收看自由報新聞 你好是月琪 好 趕快來看到國民黨團版本的財畫法 強行闖關 引爆藍綠交火 而民進黨團呢 今天在曝光 藍白早就在喬財畫法了 這一張四格對話就曝光 是今年5月的時候 當時畫面上可以看到是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 跟國民黨立委賴士堡大談財畫法 兩人就說要挖走幾千億 過程全被媒體捕捉到 如今看來更加諷刺 民進黨立委吳思瑶就炮轟 藍白這是在對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出狠招 藍白合謀再一次的上演要掏空國家 也不管錢要花到哪裡去 空白授權 摧毀國家財政 來看稍早畫面 這十年間國民黨的惡行惡狀 從賣台 從擴權到搶錢 國民黨的行徑都沒有改變 但這十年改變的人是黃國昌 藍白合謀再次上演掏空國家 半年前用11分鐘搬走國庫恩兆元 昨天用3分鐘來掏空國家6612億 好網友也很生氣有氣的說 國民黨立委陳玉珍只花3分鐘強行把財畫法送出委員會 一開始就是政變計謀吧 更是變相要來擋我們的國防預算 是台灣財庫小偷 那麼國民黨團就回應 地方財政的困難破在眉睫 那麼面對縣市資源分配不公 民進黨卻繁複的拖延阻擾收法 不過律師林志群就點名 按照國民黨版本的財畫法 基隆市的預算是從53億 暴增到200多億元 開酸之前市長送狗狗羅 現在可以送特斯拉了 而馬祖的人口是只有1.3萬人 但是預算從6億變成61億 發錢發到手軟了 不過今天也仔細一看 發現昨天國民黨立委張志倫 在議場的衝突裡 對民進黨立委郭國文來施暴 民進黨立委林俊憲就批評 當年就是張志倫的父親張慶忠 只用了半分鐘將福茂協議送出委員會 引爆了一系列的學運活動 民進黨發言人吳貞也批評 堪稱這是一門中烈黑箱世家 政治工作者周宣就曝光 原本傅昆錡有答應要讓律委好好來質詢 結果9點一到 藍白卻護航陳玉珍 吳思瑤就氣得對傅昆錡來拍桌痛罵 說他怎麼說話不算話 那這回國民黨版本的財畫法爭議點 到底是什麼 仔細往下看 像是仔細看 三年就要多給地方量兆 而中央呢 只剩下一千多億元可以運用 那外界就質疑 我們還有國防社福 還有公共建設都不用做嗎 那麼還有地方政府 這一些多出來的預算要怎麼運用 恐怕又會出現好多的文子館嗎 那網友也質疑 真的是藍營的縣市長來發大財 離島的經費更是狂飆 更說相關的用法 請參考基隆市長謝國良大撒幣的政策 不過之前呢是有地方的縣市呼籲 中央要來歸還之前精審消失的預算 那麼主席總處就曾經 當時呢承接省府業務的是中央不是地方 因此也沒有所謂的收入還要還給地方的問題 來看稍早回應 國民黨的版本要求要釋出 6612億元 這樣的話那地方的自由財源就大幅的增加 甚至有很多的縣市 它自由的財源已經高出它的支出 那這種情況之下 你在要求保障一般性補助款 就是非常的不合理 好主席總處也強調 國民黨版本的財化法會對中央政府造成很大的影響 如果地方的財源增加 那麼很多的釋權也要回歸到地方來辦理 不過還要看到是藍白6度的封殺總預算 今天行政院長朱鎔泰下午呢 是邀請到朝野黨團的幹部到政院來溝通 那麼行前呢政院也強調總預算無法通過 包含我們知道的軍公教加薪三個百分點 都無法如期上落 會用最高的誠意來溝通 那麼好在最後呢是立院跟政院呢 終於達成共識了 總預算明天要復委 而國民黨團總召傅昆啟就說 政院是同意用追加預算的方式 來補足原住民淨發補償預算 往後呢每一年都會在年度的預算來編列 那麼健保點值也是按照立院主決議 在明年6月30號達到0.95點 而工糧收購的部分呢也有進展 是在12月31號前要提出方案 那麼另外要看到是國民黨立委 有提案喔他想要來修憲法訴訟法 那外界就很擔心憲法法庭因此被癱瘓了 今明年召集人賴中強也號召11月16號來遊行 現在已經有153名的律師來響應要守護憲法 而政治話題還要看到這是美國大選正式來開啟川普2.0時代了 那麼前駐美代表處的政治組組長議員趙怡翔就分析 2016年當時川普對美中的關係是有期待的 但是後來川普看不到成效 因為中國完全沒有辦法增加對美採購 也不改善毒品問題 後來也爆發疫情中斷川普連任之路 更讓美國經濟下滑 預期川普接下來對中政策勢必會更強硬的 那麼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也分析 現在美國對台對中的政策都是相對穩定 未來有一段時間都不至於有太大變化 不過作家顏澤雅士錦 他說綠營應該多擔心怎麼對抗疑美論 因為這也牽涉到接下來的選舉 總統府發言人郭亞惠表示 無論美國哪一個黨派來執政 對台灣都有跨黨派的支持 有信心台美關係在深化 那麼學者郭宇仁分析 川普政府考量美國國家利益 未來在協助台灣穩固邦誼等政策呢 跟拜登政府是不會相差太多的 不過兩岸關係還有哪一些變數 來看學者這麼說 對於短中期的兩岸關係 我並不悲觀 為此塔海之間目前短暫的和學 只要來自於四道的關卡 第一道關卡 美中關係的管道是不是暢通的 第二道關卡 美台關係的管道是不是暢通的 那第三道關卡 兩岸關係縱然沒有辦法建立起一個 所謂的制度性的溝通管道 但是北京到底在於政治互信架構下 對台灣想進行互動交流 觸容觸同有沒有存有期待 第四道關卡就是台灣內部 嘲笑野大的這樣一個情況 好那麼在中國怎麼看川普呢 現在就有中國官方背景的 微信公眾號牛彈琴 來大談川普的印象 說呢川普對中國有多狠 但是呢他對中國的領導人 都保持一貫的尊敬和客氣 那麼中國要加強博弈敢於鬥爭 強調中國還是要做好最壞的打算 就是美國對中國的商品來加重課稅 拒絕中國製造 好來看到金華城弊案 20%榮獎爭議 北檢估算不法利益超過111億 9月下旬的時候呢 就向北院來申請扣押金華城土地 那麼北院跟財還是財定扣押 頂月也要再提出抗告了 那麼台北市議員簡書培就PO出這個財定書 指出明確寫出柯文哲 就是有收穢 民眾黨難道要說這個法院的財定書 也是科幻小說嗎 這個話說得很酸 外界就關注偵辦的進度 簡聯也是第二度以證人身份 來傳喚柯文哲妻子陳佩琪 道案說明 訊問三個半小時之後呢 是獲請回了 不過另外也是要看到 這是第六度來提訊台北市議員 應曉薇以及衛京集團主席 沈慶經的畫面 而柯文哲被嚴押兩個月 律師黃帝穎就分析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 先前就喊話要柯文哲來提抗告 是獻柯文哲於不義的 因為柯文哲犯的罪呢 罪重可以判無期徒刑 法院不應該輕重失衡 另外也看到是柯文哲的帳房 橘子還是在逃 以及柯文哲態度不配合 拒絕提訊 那麼先前呢 民眾黨秘書長謝立功 在節目上說過 柯文哲應該適時認罪協商 爭取有力的判決 引發黨內不滿了 有人就到中評會來檢舉 那麼民眾黨中評會 今天下午也開會討論 謝立功呢 是認為這個檢舉內容 失實斷章取義 因此他也拒絕到中評會說明 好來關心喔 台北市長的豪宅爭議 民進黨議員林彥鳳質疑 台北市長蔣萬安 已經有好幾棟豪宅 還來申請豪華的官社居住 那麼林彥鳳就痛批 一邊是高寒居住正義 一邊卻佔用官社名額 社會觀感實在很差 那麼根據了解呢 位在中山區的豪華官社配置 是有四房兩廳兩位 提供給台北市政府一級的主管來申請 我也要注意的是喔 申請人不能在台北市 還有新北市部分的地區擁有房產 才有資格來申請的 目前在官社裡頭的 蔣內閣成員呢 有誰呢 來看到是有包含 人事處長 官傳局長 還有青年局長 以及原民會主委等人 除了只有青年局長 因為涉及在官社 其他的首長呢 還是涉及在其他地方 那麼對此呢 林彥鳳也質疑 蔣萬安沒有涉及在官社 代表在台北市一定有其他涉及的地方 那麼針對議員的批評 台北市長蔣萬安今天也做出回應喔 來看稍早回應 我在台北市全國各縣市從未置產 所以我名下沒有任何房子 那之前都是跟我爸媽一起同住 好蔣萬安就強調喔 他名下是沒有任何房地產 之前呢都是跟父母來同住 三個小孩陸續出生之後 才依照規定 究竟申請宿舍 表示一切依法辦理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自由報新聞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也別忘了幫我們按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 鎖定更多交電話題